超佳音這樣 其實這裡的原因就是 放到很熱情 五點半之前 歡迎所有的聖歌隊 加入今天晚上 聖歌隊的陣容 以順利進行 拍佈您 超熱心的 還廣播 全村的人 今天五點半著裝到教會 對 協助拍電影 原住民最在乎的事是 不能說假話 現在不是平安夜 可是要拍平安夜 這邊先看我走好不好 來來來 偏偏我又很希望 我們回到原安的部落 我們也想辦法把裝飾 跟當年一模一樣 跟男人來講 不能夠欺騙上我 也不能欺騙自己 可是我當時我不曉得什麼樣大的勇氣 沒有所畏覺 我就跟劇主的Casting說 我們現在回部落 我想跟他們說 一些話 給我這個機會 如果成就成 如果不成 這場戲 就真正等到來年的平安夜 我們再拍一次 他想把他生命當中所經歷的事 拍成夜明 對 他今天就在我的當中 牧師的第一句話 就讓我非常的震撼 牧師的第一句話就說 我們當中有一個人 回來到我們身邊了 你知道我聽到 回來那兩個字的時候 我整個人信心就起來了 我很高興牧師沒有把我當成外人 而是說 這個人就在我們當中 他們從來沒有把你當外人 把你當家人 那是你吧 7點前就像這個樣子 72小時之內 為了所有的人打電話給台中 跟台北的親戚 他們自己掏腰包 坐車回來 回到山上 回到部落 聖誕節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是讓全部人體出動 你就會看到好像一條 火龍一樣 穿梭在每一條巷道裡面 一點點燭光的溫暖 都讓人家覺得很舒服 應該今天是這一部戲的 最大的場面 就在今天啦 是 其他花錢的 是觀眾看不到的 你看去坐蘭嶼 大家坐飛機 對不對 那麼多演員 工作人員要住民宿 我們也不可能拍民宿 住多高檔的 給你們看到 真的花了錢 你們都看不到 這邊 這邊 來小平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來 媽 這個是明星嗎 是 他是 他是主持人 然後也是演電影的 所以能夠今天拍這個大場面 我覺得 也還好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切禮物 你說到沒有 眼睛看不到 你心會知道 他們其實可以是全世界最抱怨老天爺 最可以說不相信上帝 因為 土石流 帶走了他們 周圍的 一切 他們是活下來要去 面對這一切的人 可是他們最有希望 他們希望讓你有回家的感覺 他們沒有收我們劇組的半毛錢 我們最後只是提供了米 還有糧食 一些足以溫飽的東西 完成了這場戲 他們跟別人一樣 都會私下問我說 電影什麼時候上映 我都不回答 因為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 他說我會為你們 我們都會為你禱告 我覺得 就是告訴他們 我會回來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馬上回來 我會回來跟你們碰壁 就像你們這樣 有人會回來 我一定會回來 跟別人說 看到三:「 중에é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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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點,是有的